12月24号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其中1例为无症状感染者转规 均属普通型病例 均为大连式报告 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属普通型病例 为沈阳式报告 新增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为大连式报告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截至12月24号24时 全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10例 含境外输入67例 治愈出院287例 死亡2例 在院治疗21例 目前尚有23例无症状感染者 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今天下午5点 大连式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对外通报了本轮疫情的最新情况 截止到目前 大连式全员核酸检测 已完成核酸采样 475.65万人次 完成检测313.1万人次 除金浦新区封闭管控区域以外 其他区域采样均为阴性 大连式教育部门介绍 将于明天26号开始的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大连全市共设立7个考区 在金浦新区 5个街道封闭区域的考生 将启动备用隔离考点 在荆州城区设5个 符合防疫要求的酒店 作为考生单独隔离酒店 每个考生一间 考试期间实行点对点 闭桓管理 封闭考生参加考试 需于考前7天内 接受三次核酸检测 经测温合格 方可进入考点